S-Log2 就是一直一直在给大家安利 苏尼如果你是用苏尼的机器的话 一直都给大家在安利 S-Log2这个色彩模式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平淡色彩输出的话 你对最后的风格化处理调色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没错 但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发现 你用S-Log2输出之后 然后去还原到正常色彩的话 会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容易 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实在是太平淡了 然后你比如说想去还原肤色 还原背景颜色都会有一点点困难 当然就很多一开始接触S-Log的朋友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很烦 你调整半天觉得这个颜色都不对 就包括你去索尼官方下载 它的还原的LUT调色包去放进去之后 都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其实这边的话我自己是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S-Log2 你会通过一些经常去琢磨里面的一些参数配置的话 你会得出一个小结论 就是怎么样去设置你的索尼的机器 然后你拍出来的S-Log2的画面 在后期的时候做色彩还原会简单一些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设置 当你打开你的相机设置之后 比如说Sony A7C的话 它的色彩选定模式是在第11页 有可能A73的话好像是在第10页还是第几页 我忘记了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那在PP7就是Picture Profile里面的第7页 它是S-Log2 那你进入S-Log2之后的话 里面有几个要设置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是Color Mode的色彩模式的话 你去选择SG Cine的这一个选项 最重要一个部分我们要去把Saturation 就是它的饱和度 我们提高到15 因为有一点点饱和度在的话 你大概会知道这个范围的颜色 你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调整 做这个色彩还原的时候 那如果是0 这个画面就太flat 就太灰了 就很多时候去调色 你就会抓不到重点 就说到底这个地方 到底该往哪个颜色上去调 才会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 那所以的话 把这两个参数调整好之后 我们退回到主界面 主界面之后的话 去选择你的ISO的话 我们回到500 用最小的ISO去拍 那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是 白天在户外拍摄的情况 那ISO我们用最低的ISO500来拍 Shutter speed快门速度 我们用1.50 那因为我现在设定的是4K24帧 那比如说你用的是 比如说是60帧 那你就选择1.120分之1 反正就是double你的 两倍你的帧率分之1就可以了 这个为什么 那我之前的视频有解释 大家如果好奇可以去看一下 你得到这一堆设置之后还有一个东西 因为你在户外拍摄的话 你是用固定曝光的话 然后加上我们说很有电影感的 Shutter speed 这个快门速度的话 你就要用到ND滤镜 那这边给大家推荐款 ND滤镜的话是KNF这个牌子 就是相比其他各厂家的ND滤镜 它的价格是比较适中的 然后它给到你的Quality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那你去购买的话你可以购买两款 那现在我用的这个是2到32的ND滤镜 然后还有一款是2到400的 那400比如说你拍白天的长曝光的时候 就可以用得上 那用2到32的白天就很合适 那比如说现在我今天去出去拍的这些样片的话 我们可以用大概在16的档位 你用这样的ND滤镜搭配刚才这些的设置 你来拍出来的画面就是比较好的 那比如说你拍出来这个人像 你去做色彩还原的话会稍微简单那么一点 就不会像比如说太flat的话 你去做调整可能会有一些遇到问题的状况 就是一直调整不到你想要的这个颜色 这期视频的话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点使用心得而已 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没有这个兴趣去了解这块 那我今天的话只是把我个人认为 就是很适合我的这样一个设定的参数告诉大家 那室内拍摄的话你可能不需要用到ND 像现在这个状况的话我没有用到ND 其他设定都一样只是把ISO拉高 快门速度这些都不变 那比如说你去户外拍摄 室内拍摄的话就是一个要ND 一个不要ND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就希望大家会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照着我的这个方式去做一下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式并不适合你 那也无所谓 那只是一个小小的idea做一个分享而已 好吧 那我们下次见 bye MING PAO CANADA